9月19日,2023无松口论坛在上海宝山举办。 爱达邮轮在会上宣布,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将于2024年1月1日从上海无松口国际邮轮港盛大起航。 即日起,游客可登陆爱达邮轮官网和微信小程序订购船票。 爱达摩都号全长323.6米,总吨位13.55万吨,拥有2125间豪华客房和套房。 满载可容纳5246名宾客。 爱达摩都号此次公布了从上海出发的东北亚航线, 未来还将部署中国至东南亚国家的邮轮航线, 并适时推出海上丝绸之路等中长航线, 打造长、中、短相结合的多样旅行度假选择, 为中国宾客带来更高质量的邮轮体验和更广阔的文旅视野。 此外,爱达邮轮还发布了爱达山海情行动计划, 该计划主张以爱连接山海, 把中国优质的乡村农妇产品、特色飞移和丰富的旅游资源 带上邮轮,推向世界。 据介绍,爱达邮轮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签署了深化战略合作协议。 双方将依托宁夏的地域特点和风土人情, 以邮轮为载体展开系列深度合作。 未来爱达山海情行动计划还将触达云南、新疆等更多地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